歡迎這Part的來賓 洞主播 對 大家好 哇 你上一次來 賣咖啡是 三年前的事情 2018 2月 已經快四年了 他衣服好熱 冷氣開24度啦 這邊有那個 你的YouTube頻道 一開始那個 張家兄弟滑起來 然後變成 張家夫妻滑起來 沒有 變成張家夫妻的時候 我已經不見了 因為 這個我的搭檔說 要把我排泄掉 他說把我排泄的時候 我在直播他說 蛤 你要被排泄了喔 還謝謝 後來你就是 現在這個頻道了嗎 就是還敢拍片過的 這個頻道 其實這個頻道創立 也 我也是蠻無辜的 因為我本身 不太算是YouTube咖 只是 抽一點時間玩了手遊 然後我搞不定 我太費 剛開始我也是超反彈的 我一開始跟他說 我不太行 他就是堅持說 那個在做做看嘛 每次就是有人要 趕鴨子上架的時候 就說 好 那做怎樣不幹活 就像那個餐車也是啊 欸那個 我幫你彈了一個 餐車 我想說 蛤 我老婆現在就一直把我推出去社交啊 到處 這邊去社交一下 那邊去社交人 而且我最討厭就是 因為每次跟人家社交完 他們都會有一個feedback 欸杜哥 不知道你是我的兩天 怎麼跟你平常 這樣長大一樣 我想說我在外面到底是多臭 要怪就是要怪 網路上面撿你們東西的那些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名 把你們搞得孟子一樣 你接餐車嘛 他們算是那種兩天一夜的拍攝 這個算硬嗎 其實對我來說不算 因為有業績壓力也不是我 而且 在那邊有一個 就是 有找到同類 我們一開始去體驗那個米粉嘛 我看鳥屎超強的 我想說他是不是 什麼家裡真的是做米粉 其實是米粉二代 對 他跟我跟貝美是 完全兩個世界的 叫他什麼甩一下米粉 他甩一甩就開了 然後我跟貝美是 那好處就是 幸好你沒有找貝美 他兩個組成都很強啦 我在旁邊那樣子 我跟貝美一起掛機 感覺那個最後的感覺 你就被異類 所以你自己之前沒碰過這些嗎 以前拍YouTube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集 玩那個什麼 湯圓 我那搭檔 貝利梅的 隨便啦 隨便玩一玩啦 就當作開心就玩一玩嘛 那我記得那時候我們錄到一半 劝弟弟超遠 童神耶 他還跟旁邊那個朋友先要 拉來 你看那個童神耶 好 然後他旁邊那個也是 也在那邊看童神 那個中間休息的時候 國中央走過來這樣 等一下我不管喔 不要有人在說我是童神 一定把你鼻樑打歪 然後我們中間有一趴搭海盜船 海盜船本來玩得很開心 因為那一整道背影 然後我一下來 前面一個那個小學生 一直這樣 因為他來回三四次 然後一直看 一直跟我對眼 然後我忍不住 我就跟他說 小朋友 我跟你說 所以不是童神 哈哈哈哈哈哈哈 朋友們 訂閱 趕快啟 開啟鈴鐺 別錯過任何影片 歡迎加入深度會員支持節目喔 像我以前做的那種QA超級白色 說什麼 可以問你 為什麼冰咬還敢下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又是拍影片 你要忍住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 最小的會能接到四年以上 這會跟你一輩子啦 你知道我在那個 紫色平台還好 我在那個另外那個平台的時候 我都是直接噴這種 就是他的微線白色的問題 我都是直接 很負面的回答他 不方便在這裡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隊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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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才知道 每週三晚上八點 現在才知道直播 好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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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